两周前吧 暗流给我发了个邮件 说是近期要在清城市 举行新一期的无时务排卖会 无时务排卖会 就是先发个假的排卖单 附上二维码 扫完二维码 才能见到真东西 因为买家都不愿意 透露自己的身份 你看 左边就是个幌子 右边对应的 才是真正的排品 等等 委晋 文基 你来看看这个 洛神 对啊 这个金麒麟 买件 对应的就是洛神 难怪先生要这份名单 你说 先生会不会来到拍卖现场啊 年轻人 你想干什么 今天在四德仓库 救我的人是你吧 你拿我的东西干什么呀 这东西很眼熟啊 那边找找 别再跑了 快 跑 连工具还没收呢 看来今天那件黑色风衣 应该也放在店里面的吧 要不我去找找 我姓许叫许正清 跟你父亲是同门师兄弟 如果按照辈分来讲 你应该叫我一声大拜 可是孩子 我不感人你 文杰 对不起 是我 害死了你父亲 你还说 我被你当地做的 四位 就去找我 干什么 你也许是 那我 车子 我不会 想要 就第三位 但如果您今天咽不下这口气 要把我们交给警方 那我也认 你为了你父亲冒险 我不怪你 但是我要警告你 小心提防你身边这个人 当年他就是为了二百万 就能把你父亲出卖给丁盛黄 你以为了你父亲 文剑 我只是个猜测 我在想 你父亲 会不会没死啊 找需要跟您谈的 丁生火 李安福 还有红剑那帮总司犯 都已经接二连三地找上我了 我爸生死不明 而且我妈也是他们害死的 你冷静一下 史书不好 没本事 没有保护好你 可是你不想一想 我明明知道那是个悬崖 我不能 让你生生地往下跳吧 我要找到先生 我 我已经跟你说了 那样很危险 我现在就不危险了吗 你